舞台上一瓶朴实 温婉 生活里他却热衷耍评 使唤 老B在班中没事干 睡觉 我上隔壁打电话 我扫你的 我从大连来的 带着虾 我从楼下一看 往东门去了 赵老师经常是把西装 比如往那一脱 站起身来就走了 我捡起来就给我们收拾垃圾的 或者送熟饭的 人就穿走了 赵老师再回来找没有了 万一那个西服口袋里有东西 有钱 赵老师怎么可能有钱呢 更有藏不住的急脾气 他们那个杯子摆在这一口水也没有 我都不喜欢这样的节目 欢迎开 这一看在家都不会干活 你伺候你妈能这样吗 所以我要上李静的节目 烫头 烫 烫完了以后 不好 能拉直吗 拉直比这还费时间 走 现场回击 整容传言 倪平自爆 尴尬 减肥糗事 廖姓托人转达我说 真的让倪平收拾收拾再出来 太吓人了 好多人说 哎呀 你最近瘦了 所以这次脸 说瘦了一点的话 就门框挤的 欢迎收看 倪平老师 大家好 欢迎各位 本节目由 施满丹化妆品特约播出 施满丹肌肤素食植物养肤 第一品牌 那今天呢 我们要挺出的这位嘉宾呢 会让代君非常不淡定 对 这一位应该是 中国电视纸上女主持的女一号 我们马上要挺出 我们心目中非常非常期待的 倪平老师 欢迎 欢迎倪平老师 欢迎倪平老师 抱抱 欢迎倪平老师 欢迎 今天大家问个好吧 王牌栏目的观众朋友 王牌观众 大家好 倪平老师电话很大 瘦了 成功减肥 而且也烫了头了今天 我当时就是为了你们 郎牌听说 就是你们的经济不错 收入也不错 然后报销 然后就烫了一下 然后他们说烫了太难看了 然后又嫖了一下 然后说更难看 我说现在要求拉直 后来他们剧组说 拉直不报销 我现在就卷着上来了 李静那个时候在舞台 小胖都是一个 然后做了个节目 谁都不记得 实际上每天播 叫精彩十分 对 然后有一个人 每天在那弧抹 把抹的抹的 快画的 然后上去 我说生活中 你小孩挺好看的 怎么一上电视 抹成那样 而且有一期特别逗 他和赵宝乐 然后采访的方清卓 你还记得呀 方老师从上去 就没停过 一直说说 说到结束 下来以后 对李静说 静儿 你主持得真好 我啥都没说呀 你说的这俩人 唱了就把我给埋态一顿 所以这期超级访问 我们也不知道会问什么 反正我们就瞎聊 大家爱看吗 等着我们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1991年1月5日 倪平第一次出现在 综艺大观的舞台上 她落落大方 娓娓道来自的主持风格 让人眼前一亮 她温柔朴实的景象 也让她迅速成为 90年代最著名的主持人 然而走向舞台 回归生活 倪平的真实性格 却与她的舞台形象 截然相反 我那时候在单位上闹得 除非我今天身体不好 我要身体好的话 我闹得 我一看王刚在那 正儿八经的 拆观众的来信 我就跑到楼下 打电话 说 王刚老师在吗 我是他的影迷 你希望我在东门口 等着他 然后王刚 现在没有 不行 我跟你说 我从大连来的 带着虾 我就上楼了 我们21楼 你想我也够累的 21楼进门 假装打开水 给王刚老师倒一杯水 王刚 收拾一下 我从楼下一看 往东门去了 老B哪像现在这么忙 老B在办公室 没事干 睡觉 趴那 我上隔壁打电话 因为那个电话 因为那个电话 就在他脑子那儿 老爷 不在 我打你的 大连的 大连来影了 大连的 他不是大连家吗 来影了 之后我说 戏门 他戏门等着 你叫个亲戚 你姓啥 我姓B 你看老B闭着眼 也上戏门了 我根本就不是说 老了以后 又开始贫了 我除非是 那个时候实在工作太忙了 另外我那时候 山东普通话 台里老批评我 说这中央电视台 不是你们山东电视台 你整天山东普通话 我说 我怎么山东普通话 一直是普通话 后来我想 我这么抽空练练普通话吧 别折磨别人了 我后来就稍微老实一点 但是我也经常把 暖瓶的水 灌成凉水 我主要看 有的人特别可恨 带着茶到那儿 好像就开始打开 也不去打开水 一倒 咚咚咚 凉水 我就很高兴 那个狼村 特别干净 每次开我们办公室 那门的时候 都是拿纸线擦一擦 我知道这习惯中 你我多累 我弄些黄泥土 沾上水 咔咔磨两溜 我就估计狼坤快来了 音乐学院毕业的嘛 老尼早来了 我说刚进门 我不敢说 我早来了 关于我磨的 刚进门 假装的 我也不敢说 我得看到这一刻 我才能出去 就开始 就这个门 狼坤都擦一上午 第一遍 湿纸巾擦 腾包里都带着 扔掉之后 第二遍 干纸巾擦 第三遍 一直把那门都擦得快 没闪了 坐那开始看报纸 一会儿还看看门 小莫娇 你捉弄过赵忠祥老师吗 那哎呦 捉弄赵老师的时候太多了 他一般能反应过来吗 你觉得 赵老师反应过来也没反应 就是赵老师 赵老师经常是 把西装比如往那一脱 站起身来就走了 我就不可能把这西装给他 我捡起来就给我们 或者收拾垃圾的 或者送盒饭的 大叔 这捡了一件西装 没人要了 这不旧 你拿回家穿 赵老师衣服都特别破 我都捡了 这不太旧 你拿回家穿吧 人就穿走了 赵老师再回来找 没有了 万一那个西服口袋里有 有甜 赵老师怎么可能有甜呢 不是那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倪斌老师 您当时是工作不忙吗 还是忙里偷闲 人要有了爱好之后 就忙里偷闲 因为我觉得 以您的地位应该特别忙 您还有时间干这些事 您说您是个什么人呢 我都是比较善意地闹 那时候我老请客 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富裕 每一期我们的节目费用 那时候是900块钱 然后全吃了 就我们组每个人说 中午哪去大排档 因为那时候你 戴君东绝对没去过大排档 我去过去过 你不可能进去 这么贵你能进呢 也是 二十多年前 我们就吃 就吃那个鸡尾虾 都是活的 开始我们先吃 吃饱了你想 他晚上才开会 下午干嘛 就开始 看谁 谁睡觉了 电话 打 会变换各种声音 谁也听不出是我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什么心理 就是精力旺盛 你知道吧 精力旺盛 而且我有本事 我上台绝对不错 一个字 我知道特别应该 认真的是哪些事 不认真的 比如说我闹 我从小就这样 比如我们家 我妈特别宠我哥哥 觉得男孩子重要 你想人家倒过来 我哥哥整天举着 蛋糕 过去那个蛋糕 那咖啡色的纸 都透过了油 蜂蜜蛋糕 对对对 然后我哥整天说 我哥特别我大一岁多 不到两岁 我哥说 妹妹你不愿意吃蛋糕 我说我不愿意吃 我就经常 你看那个毛毛虫 就上面都带刺的 我拿着树叶子 抓好了以后 放进去 放蛋糕里面 对 放蛋糕袋子里边 我再把上面 叠成原样 它也爬不出来 我哥打开 妹妹这怎么还有蛋糕 这是比如虫子 我说是吗 就看一看 我哥说 又不你吃了吧 在回想 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说那我是吃了虫子 还吃了蛋糕 肯定是吃了蛋糕 你还能把虫子吃了 我说我真能把虫子吃了 我哥说 他说我挺心疼你的 还能把虫子吃了 为了吃个蛋糕 你们家真欢乐 也不是欢乐 我就是这样 就是不知道 天性当中 可能小时候在农村待的 可能比较野 我们接下来 大屏幕要看到这一位 他真的算是 倪平老师的挚友了 然后对于 倪平老师的性格 也是很有发言权 对 那他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谁是他的挚友 倪平呢 应该是一个孝女 非常在意 对自己母亲 和让母亲生活的好 和让自己的母亲 在精神上也非常愉悦 这一点呢 我想她自己的努力 一个方面的让她母亲 在物质生活上能够达到 应该得到的这样的一种 一样天年 同时呢 她自己呢 也会在各个方面 让母亲的精神呢 也为之愉快和轻松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去聊天的时候 很少有人涉及到自己的家庭 涉及到家庭的时候 有的时候 更多的说到的是自己的孩子 而倪平 涉及到自己家庭 更多的说到的是自己的长辈 和长辈的健康 长辈的快乐 长辈的幽默 长辈的睿智 这些都可能是 她引以为自豪的 一种 一种存在 所以倪平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来讲 就是她是一个很顾佳的人 很有传统的这种孝道的一个孩子 这正是 这西装肯定是录别的节目 顺便穿上的 你要是说台访 说倪平的事 她绝对不会换上西装 这都赞助的 你们俩要挤得一辈子吗 说到老母亲 您是一直 现在跟你住在一起 对 很多年了吗 很多年了 他不跟我住一块 他跟谁住一块 我哥哥好家伙 他最疼我哥 我哥对他横着呢 所以不能惯孩子 我妈对我最严厉 我到现在 多少年了 我这五十多了 我跟我妈没拥抱过 你那么 我觉得 你看你在节目里 有的时候 还老促成别人 你从来都没有 对你的母亲说句 我爱你 今天你就说一回吧 挂一拥抱 观众鼓掌 你说你怎么没在你生活中 整一回 我爱你说过 我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听见了吗 我妈就扭头就走了 你像她的性格吗 像 我有时候挺感谢我妈 我小时候我妈对我一直非常严厉 严厉到我经常想 这是我的妈 可能后妈 后来我想我生命中 坚强的东西 都是我妈这种性格逼出来的 比如说 我很小脖子上就挂着钥匙 要回家做饭 而且我妈几点回来 我做着饭 把饭停下来 我们家住在一楼 但是要上到我们家 要爬一百多凳台阶 然后那个坡是这么陡 我妈骑行车 我妈就推不上来 我妈个也比较矮 我每天 那时候人下班上班 时间都差不多的 我就看着表 我妈快到了 我哒哒哒哒哒跑下去 就负责把我妈的行车推上来 然后到我们真正到家那楼梯 为什么能是水流那个钩子那儿推 到我们家楼梯呢就没有了 就得扛上来 我很小 但是我个子很高 就会扛到肩上 蹬蹬蹬蹬 我妈就在后面的第六个包 我妈那时候还穿完 我现在回想一下 小高跟鞋 挺讲究的 对呀 蹬蹬蹬上来了 把那一放 我哥早在那 把我炒的菜里边 有零星点肉 都已经吃光了 他说妹妹 今天肉怎么这么少 我像一个男孩子一样 把车洗一手 接着说 你都吃了呗 我得说给我妈听 要不我妈心想我吃了呢 他们家真忙 对 然后我呢就坚强的性格 我连那个肉看一眼就不看 我刚要拿那个 新蒸的馒头吃 我妈说 那小的怎么着 小的怎么着 那小块的馒头 所以你看我现在到哪儿 都很习惯的 破得烂的 我肯定都下意识 就收拾起来 你在讲段子呢 没有 我现在守住 我妈也说 我又说 我妈在说 怎么不上你儿子家去住呢 我说你孝顺的儿子 明天就要到了几点几的航班 我妈就碰着 就是我跟我哥哥 骂我螺杉腿 证明了 而且我穿着个男的皮鞋 我哥哥胜的 你现在就是 就是讲这个 在家里 比如说 全都能讲 就讲 然后你哥就乐是吧 我哥就乐 又绝对了 这都他们事实 他都忘了小的时候的事 怎么能忘呢 又说怎么能忘呢 你看 我们当时两个人 我们差一岁半 按理说是应该 我在家里吧 我哥上幼儿园吧 我住在机关幼儿园 三个月 五个月接一回 我哥哥是我妈 每天要接 幸好我这人心中开阔 跟我妈说 要不然我早一年 我哥家去住了 我妈从来不上 我哥家住 一定要在我这住 但你看你心态多好 哪有这么孝顺的闺女 我妈着急 整天去看花 我买了一些 完全跟真花一样的 出口欧洲的花 都很贵 我插得满院子 插得还不是那种 一看是插的 我妈说 哎呀 这花开得真好 我妈青光眼很严重 你骗她说是长出来的花 对 但是我妈也很快 我妈多聪明 一看 我以为是真是开了的呢 她以为真是开了的 你看像不像真的 不是周围的叶子是真的 昨晚趁天黑 所以我把老太太 中国的花地里 都混上了一些不屑的绢花 跟真的一样 下雨也不怕 太阳晒不着她们 今早我妈惊喜地说 你看梁长雨 就把好些花都浇开了 真好 我心里说好真 怡萍生活里 有藏不住的急脾气 他们弄个杯子 摆在这一口水也没有了 我都不喜欢这样的节目 欢迎看 这一看在家都不会干活 似乎你妈能这样吗 你去来干嘛 你说吃包子 我说好 吃完了 没事吧 走 我说最好明白 过来聊个天吧 我就想让你看看我画的 什么比如说 然后我就去了 人家到的咖啡 都还一口一口品的 我过冬夜我喝完了 就看这张画吧 不怎么样 走了 本节目是由施曼丹化妆品特约播出 施曼丹肌肤素食植物养服第一品牌 感谢大力支持 他们弄个杯子摆在这一口水也没有 我都不喜欢这样的节目 有有有水 这哪有水 再去拧开 我把你拧开 这一看在家都不会干活 你伺服你妈能这样吗 哎呀 我希望倪萍老师再主持一个节目 我就能把它 就你们编导文文说的那样 说是不是谁不高兴的 就把你叫过去说一个段子 现在回家准备行李 谁叫我就过去说一段 是这样的 对 如果朋友就是 今天比如说我 我说心情不好 我给你打一个 我说姐 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你会来劝解我吗 我太会了 告诉我什么事 说完了之后 我说送你两个字 活该 还有一种可能 我就说弟弟 这事我就能帮你 我告诉你一个什么什么事 马上你就觉得 哎哟 就是 霍兰开朗 我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 我实在到很多人都觉得 真的是假的 假的是真的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家一个阿姨 去年 44岁了 回家12天 安徽的回来说 姐我怀孕了 不可能44岁怀孕了 我说真的 化验蛋都拿回来 妹妹 躺下 保胎 44特别难得 他说那家里是什么 又是你还想着家里 把孩子生下来 一个礼拜之内 我最大的本事 我就又找了一个阿姨 我们这个阿姨叫宋子 我说宋子躺着 保胎 这个阿姨过来是伺候你的 但你也不准回老家 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个月在这 拿着4000块钱工资 另外 咱家吃的肯定比你家好 一天真的是 最高级别的孕妇 牛奶什么水果 都不用说了 海参 我们家所有的好吃的 你选着吃 山东海参 对 他爱吃什么 我们这顿饭就跟着吃什么 我们就是因为相处了 有感情了 就跟家人一样 最主要是你有了大问题 我马上就上医院 给你找最好的大夫 你就在这 把孩子生下来 你 就是危险期过了之后 你干点小活 你不干活 你拿4000块钱凭什么 你也难受吧 擦擦桌子 扫扫地 想吃什么水果了 背着手出去买 就别骑车子就行 太大的喜事了 44了 真的 我觉得很容易流产 他以前怀过两次都流过产 没孩子 后来就这样 过了到了五个月 在这五个月之前 发生了很多所谓的事 就是以我妈为代表的 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说我们幼儿邻居都说了 说人家挺着肚子 还在这给你当保姆 这 我说 我和松子最清楚了 他在这是保姆吗 松子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一共家里三个人 俩保姆 谁伺候谁啊 什么保姆啊 就是这样 他在这把孩子 我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人 因为他碰上我了 就是应该这样 哎呦 这当中 这个说 那说 哎呦 你挺着肚子 让人那个保姆干活 我说哪有 五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能看出挺什么肚子 哪有肚子 最后为什么五个月会走的 我妈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就决定跟松子商量 我妈说 你不知道 对一个女人来说 孕妇来说 你吃的再好 什么能不能再好 人家丈夫 这时候给捏捏脚 揉揉背 糊了糊了头 摸摸肚子里的婴儿 哎呀我说 我这个人其实特别讲事实 讲道理 我说这样吧 我问问松子 松子 你是愿意回去 丈夫摸摸脚 摸摸肚子 还是愿意在这 吃的好 休息的好 将来有问题 你肯定得泡妇产 我给你找最好的医院 松子哭了 我说很矛盾是吧 你选择 她说她打个电话 跟她丈夫商量商量 我估计是她丈夫说 回来吧 最后走了 人相处了就是有感情 但你现在生了吗 不仅生了 特别好的一个男孩 六斤四两 哎呦 但我也是个暴脾气 我没这么好 我真的是个暴脾气 我们家 我就说 那个阿姨 我儿子初中毕业 一件短袖的校服 四十多个同学 在上面签的中英文的名字 留作纪念吗 我们家阿姨把它洗了 还没洗干净 有些颜色洗不干净 小领上面灰滑的 我儿子很少哭 做那哭的 简直说 就再弥补不了了 呀 我真的能做母亲的心 确实弥补不了了 但是我跟我儿子安慰 我说 孩子这样 就是你 你拿笔记下来 说哪一天哪天 我初中毕业 有这么一件 我本来五十多个中生前名 后来我家阿姨 这杯粗心 就给我洗掉了 我这作为永久的 你的儿子将来一看 说我爸爸生命之中 还有这样的经历 我说反而 你是你们班 四十多个同学 唯一的一件 被洗了的 对 这不刚安慰好了吗 回头我就找了 我们家的阿姨 我说你真是够粗心的 她也是爆脾气 响的一下就火了 因为她一定是知道 这个事大了 火到了上房顶了 没人告诉她 不能洗这个 对 因为她知道 这事大了 所以她要先去 那个宅干净吗 就是很 我接着 比她还活 我基本上 她上房顶了 我基本上五天了 因为她跟我窜了 我一下想 有一个人做错 这么大事还不承认 她嗓子高 我心想 这要比嗓子 我在全中国 我都数得上 我还喊不过你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发动 因为我妈都出来 要拉账了 我说为什么犯的错 我不能够承认 多大的事了 其实你就能承认 一句错就行了 哎呦不小心 我对不起孩子 哎呀阿姨真是粗心 这白金剑 这么重要的给你洗了 对 这一句话就解决了 其实 而且关键 我说错了 不能承认这种人 最可恨了以后 太 啊就 哎呀我突然冷静了 我说 正好我有这个权利 我这个人平常啊 还真说不出来 我开除不了人 你看我这 急脾气 暴脾气 我说不出这样的话 但是那一执责 我说我现在特别冷静 跟你说 你现在就走 我把工资扶你 你来了多少天 15天 我就上那屋了 过了一会儿 暴脾气人都这样 哭着 姐我错了 我不想走 我想留在 我说真的必须走 就像拍电影似的 我压着气 孩子在那五扑 我在家 我那泪也画画的 不是为别的 是为这件衣服 虽然我给我儿子 出了这样 但是还真的 终身遗憾 初中毕业的衣服 纪念没有了 每个同学都有 他没有了 我说必须走 我在我生命中 我很少 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实际上是个 对人特别好的人 对 不容易把我惹翻了 把我惹翻了 就终身翻了 请告诉一下 我觉得 林平老师在这 你要坐那 跟人家闹家常 这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 你会觉得 比如如果真的有 那个幸福的话 一下午字 跟你聊聊天 谈书 谈爱 谈人生 特别有意思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 所以我也是 挺讨厌的人 比如你要找我 我都是这样 你是来干嘛 你说吃包子 是好 我都提前正好了 吃完了 没事吧 走 那有没有可能 我几乎没有说 跟这个人一下午 就没事 没事 有时候苏小明 过来聊个天吧 我说有什么事吗 他没什么事 我就想让你看看 我画的什么 比如说 然后我就去了 人家到的咖啡 都还一口一口品的 我顾东西 我喝完了 就看这张画吧 不怎么样 走了 我那天看他们说 那个才到了 你跟苏小明约 你们约的是 叫什么 醒来以后 叫睡到自然醒 再见面 对吧 苏小明是每天的生活 我们差不多大 他每天生活 就是睡到绝对绝对的 自然醒 我说什么叫自然醒 他说就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觉得你该醒了 我说我怎么每天五六点 我就觉得我该醒了 他说你那你就醒了以后 你再接着睡 我说就睡不着了 他说他睡到自然醒之后呢 闭着眼睛 喝一杯咖啡 然后这咖啡使得他 慢慢苏醒之后 起来坐一会儿 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然后洗澡 洗一个多小时的澡 我说是每天洗 还一个月洗一次 每天洗 我说那在里头怎么洗 才能洗一个多钟头 我几晚窜进去 马上就出来了 他说那里边水烫了 你马上就窜出来 冲完了 他一个多小时之后 出来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 再睁开眼喝一杯 对 他们家小会儿是阿姨 才来上班 我说这什么时候 他说将近十二点 我买这阿姨快十二点 才来开始上班 所以之前 孙小明就是 我说那你要早上有事呢 他说早上有事的话 就得强起来 很难受 后来所以我为什么选择 下一辈子不要 肯定真是没含 早上起来不做饭 不上学 他说你不是有阿姨 你做什么饭 我说心里惦记着 阿姨做的这个孩子 今天想不想吃 孩子磨不磨蹭 书包带了没有 铅笔带了没有 其实是闲操心 有的时候想想也不操心 孩子长到这么大 你就会觉得 你每一笔付出 还是没有白付出 然后认孙小明这种过了 下午 我说那是不是下午就不困了 他说下午呢 吃点水果之后 就开始找朋友 喝点酒聊聊天 晚上吃一点鱼 又去健身 健身回来 才吃点鱼 我说每天都吃点鱼吗 他说差不多 但我们不吃肉的 他说那你上我们家 我看你吃包的 没少吃 他说偶尔的吧 你学的好酱 后来我一想 他说今天要做头发 就是上午起来 先翻翻画报 要做什么头发 下午再上上网 看看哪个理发店 是最近比较流行 这些都查看完了 再叫司机去 先看看人多不多 这三件事 在我来说 就都没有 直接哪个离这门口近 说我要上李静的节目 烫头 烫 烫完了以后 不好 能拉直吗 拉直比这个还费时间 走 就是我估计 我上一辈子是男的 但他们说男的 就是因为主席 他是不是性格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 我东西也是乱扔 然后我就那天 听那个助理说 倪平老师也差不多 他比如说 打着手机去拿饮料 就把手机放在冰箱里了 把饮料拿走了 一会儿 你看冰箱里 冰箱里在响 我是买面包 买完面包之后 把手机放进去之后 找不着了 然后一直想 为什么想 吃面包之后才开 里面还有个手机 很高兴 但已经不想了 因为他潮了 潮湿了 就再弄不回来了 我说 他不是说可以包换吗 说自己弄湿的 不给换 你用了几个手机 四个了 怎么丢的呀 都丢了 坏的坏 丢的丢 丢在出租车上 还说师傅 我是泥瓶 你要捡到的话 他说你没听到 对方关机了 还师傅 您经常坐小天的车吗 不是经常坐 我去年才买了车 我也不是不舍得花钱 我其实挺舍得花钱 我一直没车 我去年一下子两辆车 全是奥迪 就是 而且后来我那个 黑奥迪是顶级的 我们司机开上我才知道 他说老大咱们这车啊 就是没有人驾驶 就 就进了底库了 那从明天开始 你甭上班了 你们这对话 在去年之前的六年时间里 从小倩买了车的第一天 小倩是这里啊 对 我们俩就去了唐山 小倩的妈一路打电话说 孩子你真是胆子大 你怎么敢拉上阿姨上 跑长途 从来北京都跑不明白 跑长途 我说你妈这么说是不对的 你告诉我们生命是平等的 你妈也没说实话 其实你妈更担心你 小倩的车确实十二万车 而且小倩车 我一直不知道她的车不好 有一天我腰不好吗 然后那天 我说腰不行了 她说你把椅子放倒了 我这么一摁 妈呀 幸亏她后备箱东西多 要不我从后备箱就出去了 就直接就穿出去了 她那个完全没有过度 当当她就出去了 我的妈呀小倩 我这还腰不好 这更加不好了 出不去了 提提不来躺躺不下 你先想到那车会后怕吗 你最多出去你摔倒了 你再起来有什么可怕的 我吓人 这铁很吓人 我真的 然后小倩更好 我们那车车轮廓旁边 那上面有个护栏吗 都刮没了 我说小倩 咱们这都刮没了 就上次你拍卖画那个 小倩高兴的 她说在哪不知道 没事走 大灯都没开 我们在初夏 胡跑 我说小倩 咱们家应该在那个方向 错了 我从来不在乎 你画画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纸 你这过程做什么车 我们要求做的那个事 而且我很多事情 我自己就能一眼断定 我可以做成 破别舞台十年之后 2014年 倪平以全新景象回归主持界 再次引起媒体关注 你勇敢地走上一个 全国人民面前 说寻找你见过的 算擦肩而过的男朋友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然后人家还不知道 我就在想 就是得脸皮厚成什么样 才能走上来 多年前不修蝙蝠 素面朝天的倪平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身成功 面容娇好的漂亮倪平 关于她整容的传闻 也甚嚣尘上 到底真相如何 她又如何 回应呢 好多人说 哎呀你最近瘦了 我其实才瘦了 真的是 加起来不到三斤半吧 然后有人说 你整容了吧 我说哎 我刚一共三枕 三次嘛 就打了一次疼的 我说谁也去谁去 我也不去了 所以这次脸 瘦了一点的话 就是门框挤的 说门框挤的是胡说 实际上就是瘦了点的 这是运动的啊什么的啊 第二呢 为什么烫头了 就是因为头发掉的 再不烫啊 就得买头套戴着 要不看看郭德纲那张照片 我以为是我呢 谁给郭德纲戴了个头套 然后郭德纲的脸型 跟我又很像 然后呢我以为 我说我这么难看照片 怎么还摆这一看 郭德纲 我心里就很爽 真能胡说 我说的真的啊 第三 说这样子的衣服啊 别人过去给说错了 我们家房子不大 但是有一间 特别大的屋子 所有的衣服 因为我这身材 比如说我谁愿意要 拿走 但是都穿不了 个子高 然后体型宽 我的号大 您一米七几啊 我一米七四 如果穿高跟鞋的话 我就穿个最矮的吧 我现在的身高 也是一米七八 将近一米八零 天哪 然后呢 像这样的衣服啊 我真的是上摆套 都摆在那儿 都在想 等着瘦瘦穿 等着瘦瘦穿 后来越等就越穿不了 越等就越穿不了 所以稍微倒是倒是 像这样的吧 就是带点松紧的 能倒是穿 今天你们那孩子还说 说这 你老师袖子长了 给你缝进去吧 我说 孩子人家这种大牌衣服啊 多长就多长 它有道理 那怕够 他要给我握上 我坐在这儿 你看难不难受 您的表情难受 你要这样 你故意表情 你减肥饿吗 我的减肥实际上是 真的不残酷 就是少吃点 其实我回想了一下 我过去 我想出会儿书来叫 我就是这样吃胖的 我的书都特别畅销 我的例子都生动到了 好家伙 那我包那大饺子 你不吃都不可能 我一锅就煮五个 这五个一锅满满的 而且我的饺子呢 就不能是这样拿筷子吃 你问小倩他们 都得拿着手 咬一口热 虾仁在里边吃立着的 韭菜是鲜的 好吃吗 你两天去吃一次就知道了 我怎么吃胖的 我说 你看任何书啊 旁边放一堆 你看看 哎呦 转着圈着吃的 后手又能拿着 前手的 左手拿累了 后手拿 锅上永远煮的东西 又吃又喝 玉米 各种红豆汤啊 哎呀 能找到的东西 我都煮了 主要是为了那个味儿 要不有时候我说 我是个农民出身吧 但是我内心深处 小资质呢 我说 这个味儿 玉米妈呀 我写东西 虽然我写东西都很土 但是我 其实内心骨子里很浪漫 但你写东西 这一圈吃的挺可怕的 我一定有一束鲜花 我自己剪的 放在我自己喜欢的瓶子里 摆在我的桌子上 然后 哎 我为这个可以花费功夫 你一说 你照照镜子 就累得慌 我就 哎 我愿意去晒太阳 说 晒得会出黑半黑吧 哎 可是我自己心里觉得 我享受了阳光 按照自己的方式 随心所欲地活着 嗯 对吧 对 我跟我儿子都这样说 我说 如果有下一辈子 我既不要爹娘 也不要孩子 也不要家庭 然后后来 但是违反科学 你从哪来 就是说 我还想 那就勉强要爹娘吧 然后 不要家 不要孩子 哎呀 然后我愿意一个人 黎兵姐 阔别好像 主持好像有好几年了 十几年 十几年 是什么打动了你 又付出了 对对 又回来了 这个舞台 是因为你一直是台里的职工 嗯 说台里现在缺这么一个人 然后这一类栏目 说比较合适我主持 煽情嘛 哎呀 我说我现在都不煽情了 每一个主持人都比我会煽情 我说我现在不煽情了 说那好 就是帮忙替几期 然后呢 以后找人再换 嗯 因为我确确实实 你知道这个舞台是这样 你要经常上 你不上就好像 其实真的是跟他年轻化似的 另外嘴也瓢了 都不会说话了 另外我在想这么大岁数了 电视真的要 得看得过去 我已经到了 看不过去的那个样子和年龄了 我有数 廖青托人转达我说 真的让倪平收拾收拾再出来 太吓人了 他说的那么直接 对 最近有一个人给我转了个微博 是小千的一个朋友 说看了你老是别生气 把廖青一张特别漂亮的照片 把我一张特别难看的照片 并在一起 说你看看人家 说倪平你有钱买房子 也有钱买车 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花钱 把自己年轻了 没有你还有什么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所以我不愿意出来所谓出山 找了好多次 我这人其实是心上比较软 说也不费什么劲 说那我先剃几期吧 这反正做到现在半年了吧 我说你们赶紧找人剃 还剃不了了 别人上来问人还不说了呢 最重要的还是我上来说的那个话 别人还说不了了 我以后早都没有观众了 别看老 别看胖 还有相当一部分观众 那这次重新回来 回来做这个节目 自己有没有一种留恋的感觉 说其实我还是喜欢舞台的 有吗 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我原来上这个节目 前面说了原因 但我真正上了之后 我感谢我这次他们的邀请 你知道为什么 对我来说 我知道生命当中的那些真实的故事 对我储存 对我滋养 和我将来要写东西 是极大的帮助 那天来了个小孩 你看我就特别 你们河北人小男孩 特别漂亮 年轻 十八岁 我说你找谁啊 找我妈 你妈怎么能丢了呢 他说九年前 我还九岁的时候 我妈和我爸上北京打工 后来就我爸一个人回来了 我爸回来就把我妈衣服 照片都烧了 我问我妈呢 我爸说 从今以后不要问 你就好好学习 说以后的九年 我就一直好好学习 我今天找我妈 就一件事 让我妈看看 我的成绩单 我考上我大学投资书下来了 六百四十三分 哇 我就不能主持这种节目 我给你累奔了已经 对 我就这样 我愿意主持这种 我说好不良 你这个大学你是可以选人大的 他说我报考武汉大学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听说我妈在武汉 然后我说那这九年 那个你爸爸又找人了吧 没有 我说那你爸爸 我爸爸打两份工挣钱 我交学费 我说那生活上谁照顾你 他说我跟我爸爸都会做饭 我说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他说那个炒土豆片 我说你爸爸拿手菜是什么 土豆丝 我一下就笑了 你一件土豆 笑中在赖 你都想不到为什么 这爸爸让他炒土豆片 你们俩猜 他妈爱吃 我又一次流泪了 没钱 没有 没钱土豆片土豆丝能 有什么区别 土豆片贵啊 他爸爸土豆丝 他土豆片 就是让他多吃点 爸爸不让他切丝 怕切着手啊 土豆片就剁吧剁吧就行了 爸爸回来可以切丝 哎呀 这个节目 他们让你找这个节目 不是让你说这个节目 对于来源挑战特别大 我当时对 我跟他们说了 我第一步哭 因为我是做了妈妈以后 一听就不行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别找我煽情 我不哭 你根本不用煽 你一听就哭了 还煽情 我全都是温暖的哭啊 其实这时候我已经知道 他妈妈找到了 哦 他妈来现场了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不告我 他妈妈 有家了 当时就跟着一个男的走了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我现在在 在长州 孩子你上这来吧 他舅舅给他们联系上了 我说你 你 你 你怨你妈妈吗 不怨 我说你想去吗 想去 好 我给你们拿路费 因为你爸爸已经 真的没有钱了 你仔细想一想 一个男人 他是农村呢 冬天他爸爸开着那个 他爸爸那个货车 就是拖拉机一样的 送他上学 没耽误过 夏天 他自己天不亮 就走着去 一直是最好的学习成绩 身上穿着三件 地鞋衫 我说你这样的地鞋衫 有几件啊 三件 现在哪个孩子 三十件都少了 然后他马上补充一句 他说那个 我还一件羽绒服 哎呀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 哎呀 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个节目啊 一片香河 幸福让我高 超级保温 真情实感 关注国境 和平年代 来之不易 一身军装 包含多少情节 我穿上军装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西湖 拍了张照片 可骄傲了 我是在天安门 拍一张照片 那个神器啊 我挂在那个床头上 一休 不睡觉 我就瞪着 瞪着脸 看着军装 这军装是我的吗 无数人民子弟兵 用青春守顾着 祖国和人民 李丹阳 刘可刚 白雪 技术 所见所闻 第一次下部队 8月20号 他们的连长说 各位老师在这吃个饭吧 装了一盆方便面 这就是干巴拉雷大哨所 招待最尊贵客人 最好的美食 等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手啊 都僵了 然后耳朵 因为常见在高原嘛 都是裂的 手也是动的 然后嘴唇也是紫的 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心里面 我就呛了 谁不 解放就好的时候 我就紧 我就哽咽了 啊 这种就是失控的哭 祖国繁荣昌盛 节目现场歌声不断 这是美丽 给你祖国 我们在这里也预祝倪平老师 开开心心的 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活着 好不好 无论他做什么 我们都支持他 谢谢 好 我们再次感谢 由湿漫单化妆品推约播出的 湿漫单西肤素食植物眼 不第一品牌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拍张照片 我们拍张照片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环丽 顺acă niin 这 坐 там atual